怀孕的过程是不是也很辛苦 怀孕的过程当中就是 虽然我推掉了这个去北京做主持人的机会 但是其实还是要给孩子挣一个生活的 就是也接典礼呀婚礼呀 接一些大型的一些企业的活动晚会 那时候怀孕一个多月 穿高跟鞋穿了12个小时 然后从早晨到晚上 然后就一直腰很疼 然后下台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肚子好疼 其实有一点先兆流产了 有一点点就是出血 那赶快去医院 然后去医院的时候 然后大夫说不行你得平躺 你还穿高跟鞋 你是不是作呀 然后他说我老婆是一个主持人 我原来年轻的时候是不穿高跟鞋 不会走路的 然后我去录节目都要带个七八双高跟鞋 爬山都要穿高跟鞋 一个这么臭美的人 然后那一刻我就 我就说从此我就真的不能穿高跟鞋了 就乖乖的养胎吧 然后大夫就说你得打激素 得打孕童 倒胎 然后但是这个孕童给你带来的一个后续的作用 有可能你会发胖 有可能你生了孩子之后会无限制的发胖 长胖60到80斤 我说我说可以没有问题 在整个孕期 我相信慕斯也是 都是我来照顾 很多的家务活你都包了 你都会怎么照顾他呢 舌尖上的慕斯 天天做好吃的 我每天做饭都没有重样 他怕我想家想我爸爸做饭的味道 他不停地观察我爸爸做饭 放作料的感觉 岳父家里去看岳父做饭做菜 然后去做他爱吃的菜 你就真是浪子回头了 变成一个暖男好丈夫好爸爸 估计孩子生了以后 这也是超级奶爸了吧 超级奶爸 他甚至给孩子绣被子上的名字 帮我缝演出服的兄弟 人家管的叫田罗姐夫